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104集 此时 云福正站在甘露殿的殿街上 喝着一群小宦官清理积水 大老远就瞅见妹娘他们 忙一溜小跑 奔着近前 请安道 昭仪身子还未好 千万留心身子 不然万岁来了 可要心疼死了 这小子的嘴啊 越来越甜了 云仙宇的开玩笑 什么心疼死啊 你说这话呀 是咒万岁 还是咒我们武昭仪呢 云福连忙假模假样的长嘴 哎呦 我这狗奴才 说句人话都不会 万岁和昭仪啊 都大富大贵 将来好着呢 被他这一逗 美娘的心情开朗些 万岁在吗 云福又谄媚着说道 万岁散朝之后 便去看小公主了 到底是昭仪所生的孩子 就是与众不同 那是万岁的心头肉啊 听他这么说 美娘颇感安慰 但想起 女儿身子一直不好 又未免焦虑 甘露殿的宦官宫女 都来行礼 她只是微微点头 没有多坐停留 又往西而去 沿路又路过 李肃杰所居的安人殿 隐约听到 里边有读书声 美娘心下暗存 徐其丹是宝学之人 若是她长期教育速节 学业有成 也是一患 将来啊 得设法把她调离 正思索着 就已经到了公主院前 公主院 是一座单独的院落 占地虽然不大 却广设房屋 原本就是专供公主们居住之地 但是自太宗以来 许多公主大受宠爱 累乎临川 高阳等 都有独自的殿格 其他公主未嫁之前 也多半日随母亲居住 久而久之 公主院竟成了空旷院落 直至萧淑妃失宠 一阳宣承两位公主搬过来 此处才算是重现生机 媚娘踏着湿漉漉的路径 绕过院墙 却见门外站着几名 衣室华贵的宫女 宦官 实的竟是皇后身边的人 城乡殿之人看媚娘到来 皆显尴尬 王皇后自视身份 遇下寡恩 况且自身无宠 也难得打赏身边的人 反倒是媚娘 对她们没少花心思 私下常有馈赠 故而城乡殿中 颇有几个媚娘的眼线 众人面面相去一番 终于有一个宫女 悄悄凑过来 低声说道 皇后娘娘来看小公主 昭仪也一同进去吗 怎么偏窍这会儿来呀 媚娘不禁醋眉 那宫女 俨然一副偏向媚娘的口气 按照宫里的规矩 新生的皇子皇女 都要由皇后抱一抱 她只是您生的女儿 心里嫉妒得要命 哪肯来呀 如今已经拖了一个月 再不来未免坏了规矩 所以趁今天下雨 偷偷抱过便走 媚娘心中暗笑 皇后啊 还是那么迂腐 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 还管什么规矩不规矩啊 死成那副面子 昭仪一同进去吗 罢了 她既不愿见我 我也不愿见她 我且到别处后着 等她走了再说 媚娘心下自有算计 两人见面 万一话不投机 争执起来 毕竟是人尊几卑 犯不着唠一个 犯上无礼的名声 当初萧淑妃 何尝不是爱逃嘴上 那点小便宜啊 结果招致众人厌烦 前车之鉴 不可不见 此时的雨 偏偏又有些转密 打得有伞啪啪作响 媚娘也不便在外久站 转而到距离 最近的千秋殿避雨 刚踏上殿街 又听里边有女子的哭声 媚娘变得清楚 这是姐姐武顺 不免又是一阵恼怒 还没走 又跑这儿来了 刚要挑帘进去 又听里边呢 传来了理智的声音 别哭了 这些日子 朕够烦的了 武顺还是哭哭啼啼的 但是那哭响明显 带着有几分矫情 媚娘要把我赶出宫去 再不准我进来 您说 我这当姐姐的好心好意 跟个奴婢似的伺候她 她说翻脸就翻脸 理智的口气 很是无奈 也无怪她生气 谁叫咱们行出这种事来 实在是有些对她不起 媚娘听完此言 心下稍感慰藉 范云仙非常识趣 默默地收起游散 退到远处去了 又听武顺哭道 对也罢 错也罢 反正妾身 以蒙陛下恩信 她总不能 就这么把我轰出去吧 如今她身子不好 你就听她这言 暂避解日子吗 武顺 骤然不哭了 陛下 恕切直言 您是不是有些畏惧她呀 她说不准我入宫 你便不敢有二意吗 胡言 这句话呀 可以说是戳了李治的废管子 激起了她饱受摧残的子孙 此乃朕之皇宫 她一介嫔妃算得了什么呢 朕不过叫你暂避几日 又没下令禁止你来 可是 够了 李治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朝中之事一意团走 小公主又不见好 烦心的事够多了 但凡朕又用武之地 谁天天与你们这些女人家 胡缠在一起 快让朕清静清静吧 武顺不敢顶嘴 却依旧假惺惺的哭个不止 媚娘品味着李治那两句话 内心大是怅然 原来我在她心中 也不过是一介嫔妃呀 原来但凡她能在朝中一展身手 也不会成天和我在一起 这话是气话还是心里话呢 归根结底 我与萧淑妃她们也没什么不同啊 正黯然神伤 帘子忽然一新 云顺端着一盆鱼尽的炭火走了出来 抬头望见媚娘 不禁变言变色 未知她来了多久 里边的动静是否已经被听去 情急之下她也顾不得失礼 朝里边嚷道 武昭仪驾到 随着这声夸张的通病 里边的哭泣声和叹息声 戛然而止 云顺端着那冷炭火盆 朝媚娘点头哈腰的 又磨磨蹭蹭的 在门口堵了片刻 这才闪身退出 媚娘缓缓步入 见李治懒洋洋的卧于殿内 一副无所事事之态 媚娘啊 你怎么来了 身子要不要紧 李治一脸关切的面容 主动迎上来 掺她臂腕 仿佛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爱她 媚娘滴滴硬里声 偷下四下官桥 却不见武顺的踪迹 两人双双就坐 李治的话 越发轻柔亲切 朕今日散朝之后 直接来了这边 来看公主吗 是啊 呃 方才 咱们的乖女儿睡着了 朕过来小气平和 你遇到皇后了 皇后 没啊 李治茫然不知 妩媚心中又是一尘 她根本就不知道皇后来了 刚才分明不在公主院 她来千秋殿 或许是方便探望女儿 但是更重要的是与姐姐优惠 带着这缕愁思 媚娘又仔细地单顾一遭 果然见屏风的后边 露出一抹红色的裙居 李治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两人对望一眼 却谁都没说话 一瞬尴尬之后 李治挤出了一丝微笑 你 她拉了一个长长的尾音 到最后 却俨然干张着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蒋太医的方式很灵 臣妾已经没事了 媚娘微笑着帮她圆上了 这不知所措的半句话 不然能如何呢 与她吵 与她闹 像失败的萧淑妃一样 大发醋意吗 给她添更多的烦恼吗 毕竟 她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李治的身上 或许方才的那番话没错 她注定不会是唯一 也没有人能成为唯一 天子所言的山盟海誓 注定是子虚乌有的梦幻 现在最重要的是 真是这个男人的宠爱 继续下去 你要保重身体啊 李治 俯着她的肩膀 似乎除了重复这一句 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宦官又端了重新燃好的碳盆 并浸上茶果 军妃二人就这么略显 矜持地对坐着 一边喝茶 一边说着话 那些话 温馨 又平淡 比那两杯淡茶 更没滋味 妩媚脸上始终保持着笑意 心里 却觉得好累 自从尾身制奴 从未似这半个时辰 这般累过 到最后 两个人都渐渐沉默 各自作着杯中水 听着外面 嬉戏沥沥沥的雨声 陛下 雨停了 云顺隔着门帘禀报 这声禀报 简直如同出师告捷的路步 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李治立刻起身 咱们一同去看看孩儿吧 好 媚娘朝那屏风瞥了一眼 也轻轻起身 细雨虽然停了 但是天空却丝毫不见晴朗 微风也更加冰凉彻骨 公主院原本甚是典雅 此刻却颇为凌乱 小公主所在的防射前 生着两处炉火 一边煎药 一边随时做着热水 虽说 如母 宫女不少 人人脸上 均显疲惫之色 瞧得出 这一个月小公主又哭又病的 可把众人累得够呛 李治与媚娘一见此景 也不免勾起了忧虑 如母进前失礼 问过安幼道 公主刚才哭过一场 已睡下 李治轻轻掀开门帘 媚娘捏手捏脚紧随其后 进去的那一刻 一股温暖的气息 几乎熏得二人有些头晕 伺候之人 唯恐娇弱的公主 再受粮 在房中放了五个探盆 弄得暖融融的 里边似乎非常的舒服 不过 猛然进去 冷鼻子一闻 似乎呢 隐隐有一丝叹气 媚娘看到女儿 总算是由衷露出了微笑 在那织紧的小小卧榻上 小背轻柔地裹在女儿身上 只露出小脑袋 虽然这孩子瘦小可怜 但是此刻却睡得那么安稳 媚娘甚至从心底 泛起一阵怪异的渴望 若是这个一落草 就娇弱的孩子 能够永远这样 没有痛苦地睡下去 该多好啊 可是 或许是出于母亲的直觉 当她仔细打量第二眼的时候 已经隐约感觉到不对劲了 孩子纹丝不动 直挺挺地卧在那 小嘴半张着 两只小手不是松开的 而是上四位绽放 便以枯萎的花孤朵一样 紧紧地攥成两团 轻轻掀开锦背的一瞬间 媚娘产生了一丝错觉 以为是刚才自己那个胡思乱想的愿望 在作怪 正了片刻 她的双手开始难以抑制的剧烈的颤抖 继而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尖叫 那声音锐利至极如利剑一般能够穿透厚重的铠甲 简直不似人的声音 当李智从后边紧紧抱住她的时候 媚娘这才意识到那声音是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的 随着一股凉风 如母 宫女 太医乃至随行的宦官都一股脑地涌了进来 顷刻之间李智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是惊慌失措地抱住险些跌倒的媚娘 见她张着大嘴颤抖得几乎静卵 李智不禁询问 妹儿 你怎么了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问到第三声的时候 不知是因为关切还是恐惧 她的嗓音也有些走样了 不带颤抖的媚娘做出回答 几位乳母和宫女一并围到婴儿的身边 随着一阵乱哄哄的呼唤 甚至是叫嚷之声 所有人都似乎被雷击中一般跪倒 趴倒 滚倒 摔倒在地 李智这才醒悟 孩子死了 她只觉得胸口被针狠狠地扎了一下似的 疼得浑身力气仿佛都没了 媚娘却已不再颤抖 又发出了一声尖叫 从她无力地双臂间睁开 踢打着阻在眼前的宫女 跌跌撞撞扑到婴儿身边 寒儿 你别吓唬你了 醒醒 醒醒啊 媚娘张着两只手 在小公主瘦弱娇小的身躯上揉搓着 似乎想要将其重重摇醒 却又生怕弄疼了孩子 三揉两揉不见反应 这才并拢食指 抓住婴儿的肩膀 努力地摇晃着 昭仪节哀啊 众人死死趴在地上 发出一声参差不齐的劝慰 那声音之中都带着哭腔 昭仪节哀呀 李智也想劝慰一声 但是却禁不住涌出泪水 媚儿 云顺云仙健壮 连忙快步上前 左右架住媚娘双臂 大声喊嚷着 昭仪保重身体啊 媚娘死命争了两争 终于贪软在两个宦官的臂弯之间 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口喘息着 李智试了试眼泪 飘乎乎地走上前 坐到孩子身边 仔细地抚摸 打量 婴儿娇嫩的皮肤上 还隐隐浮现着樱桃般的红韵 但是身体已经有些冷了 两只小眼睛很用力地闭着 嘴唇却是张开的 双手双脚 有些扭曲地蜷缩着 却又不见任何外伤的痕迹 样子十分地诡异 他不忍再看 芒池几掉在地上的被子 蒙在孩子身上 叹了口气 继续扫尸着跪在脚盘的这一群人 脸色阴沉了下来 怎么回事 众人不住的磕头 都呼喊道 奴才不知啊 刚刚缓过气来的媚娘 又一针而起 冲到众人面前 不顾泪水滚滚而下 逐个拉扯着这群人的衣领 逼问道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怎么会死呢 吓得哆哆嗦嗦的如母 还未说出整句话 便已狠狠挨了媚娘一记耳光 李智也气愤地跺着脚 你们这些人 怎照顾不好朕的女儿 若交代不清楚 谁也别想活命 陛下开恩哪 此事发生的如此仓促 模糊 虽说婴儿体弱 也不至于突然死掉 简直似一场乱七八糟的梦 然而 一切又真实的可怕 公主冰冷的尸体就在一边 媚娘只觉得头昏脑胀 已经有些丧失理智了 她厉声地吼叫着 说是你们 害死了我的孩儿 众人一齐齐哭 说奴才们便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枪害皇家骨肉啊 尤其几位乳母 更是唏嘘不已 其实死了的不仅仅是皇家的骨肉 也是他们的富贵前程 乃大皇家的骨肉将来肯定能沾光 哪个母乳不想像燕国夫人一般风光呢 又有谁会傻到截断自己 乃至自己一家的上进之路呢 媚娘恶自咆哮着 又死死拉住一位奶娘的衣襟 是谁干的 是你妈 有谁来过没有 这一言倒是提了醒了 那位乳母颤颤巍巍地说道 一个时辰前 皇后娘娘来过 有声小说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